這個重點我把它mark起來,在第13頁上面 所以你把它run完之後的話,歸納起來 大概最後你可能可以做出這樣 第一個,全省氣溫就做一個淡水 這可以把它刪掉,再來就全省的 總共的話從淡水一直做到無漆有沒有 總共會有25個氣溫的圖 當然降雨量你也同樣可以這樣做 然後再把它刪除掉 所以這個是在同一個工作表,還沒有跨工作表 但是如果你想要跨工作表 意思是說請你在這個旁邊先增加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再來的話你就要把剛剛的圖 把它有25個,把它畫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畫過去,點一下,就剛剛講的 這邊就有了,25個 然後再來就刪除,刪除的話也是一樣直到它 所以把ActiveShift改成Shift這個名稱 裡面的圖把它刪光光,大概就這樣子 這兩個 那另外的話,後面還有就是可以把這個改成 就是後面再刪三 意思是說我希望,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因為一般如果說你要把它做出類似像 現在有一個很夯的軟體叫Power BI Power BI它就是做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把它做儀表板 那你要怎麼安排你這個儀表板長的樣子 有沒有,我們剛剛如果假設 我要畫這邊畫一個,兩個,三個 甚至你要畫四個也沒關係 反正就把它填滿就對了 那要怎麼樣剛好,我剛剛講的 1,2,3,剛剛是1,2,3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當我想到的話,這幾個地方可能要變更 哪個地方要變更呢? 最重要應該是這個地方吧,乘3 改的方法應該是什麼 當它繪製的時候放在哪一個 所以left跟top要變更 但問題,有個問題來了 你如果用range的話 有沒有,這個時候是放在b 那可是再來的話應該放哪一個? 再來放哪一個? 可能你要把它算出來 OK,然後放在哪一列? 理論上應該都是在1,2,3 前三個都同一列 在下一個也同... 4,5列也同一列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哪一籃哪一列 這個可能要變更一下 那我的想法是哪 可能你就是要把哪一籃 做一個邏輯判斷 當它是1,2,1的話 是放在b欄 2的話也許是放在... 我們這邊run一下 假設我原來是run這樣 這個為什麼錯了? 因為active 如果說你要正確的話 應該要切到這邊 再去run它 否則的話你可能... 因為你游標放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是放在b到... 寬度好像沒有... 可能我剛剛沒有... 你可以再去畫到底幾個欄 OK,會剛剛好 那畫到哪一欄下一個 應該是怎麼安排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這邊試著把它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還要衍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剛剛的那個資料 我們取得的方式是 直接從上面把它複製貼過來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複製這個資料把它貼過去的話 我希望能夠寫一個VBA程式 自動幫我把那個網站上面的東西 從那個瀏覽器上面 把它抓到這邊來顯示的話 也就是說啦 只要能夠放在網頁裡面的東西 我都可以把它放到我的Excel OK 所以其實這個跟Python有點像 只是我覺得好像在這邊也並不困難 因為我自己也寫過那個Python的爬蟲 我發現其實這個在VBA裡面 也不見得太困難 其實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只是要怎麼做 在網路上其實得到的 這個參考其實還蠻少的 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如何利用IE物件 你會發現剛剛有沒有跳出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IE瀏覽器 也就是我把IE瀏覽器 當成是一個取得資料的一個平台 當它已經載到IE瀏覽器之後 再把從IE瀏覽器裡面 所得到的資料 再把它放到Excel 大概是這樣子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另外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剛剛是1到25個圖表 是放縱向的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放橫向的 等於是1、2、3 然後再4、5、6、7、8、9 每三個放橫向一列的話 你知道怎麼跑 不過這個難度就還蠻高 但如果你可以跑出來的話 也就是說以後甚至你不用Power BI 你也可以做出Dashboard 說真的 那Power BI有個缺點 因為Power BI裡面沒有VBA 沒有程式可以鑽血的地方 所以Power BI就是說 如果遇到那種客製化的Dashboard的話 那會跑不出來的問題 怎麼辦 我覺得這時候用VBA就可以解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